一千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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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舊市場 年味正濃 抖門路的婆婆媽媽 仔細挑選南北貨 用老滋味 來這裡就對 教訓兒舌記憶 媽媽的手藝年節快到了 今天是紅團隊 就帶大家來到南門市場 來尋寶找尋一下 過年的時候 應該買些什麼東西 老師好 你好 老師 你很常來南門市場這邊嗎 年節必來 年節必來 要採買和年糕 因為寧波人過年一定要吃草年糕 一般他們會用肉絲草 你看元寶的造型 對... 八寶它就希望說 裡面有八種代表發的汁意 然後就是跟豆子 希望你們就是年年 就是有好事會發生 元寶好喜氣 而過年是辣味 美味催人味 熱的臘肉 各個比金菜 比方 它的油是自然的滲出 就代表它這個都是風乾而已 它只是用粗鹽把它抹在上面 看這個 石頭的硬度這樣子 有聽到嗎 像這一代的人 他會特別選這個 切片的這個湖南臘肉 跟著這個蒜苔 因為這個時候 蒜苗蒜苔是最豐收的 所以跟著它去炒 然後有些會炒一點辣椒 臘肉豐富油脂 配上蒜苔添魅力 醃漬過的肉加上些蛋黃 又是一道喜氣菜 只在看到這個 肥肉 豬肝 黑白相應 卻是道地相當年貨 晶勻肝 把肝刮空 然後肥油放進去 裡頭是肥油 是豬油 豬油 豬肝爆豬油 豬肝油吧 豬肝油吧 它也是用 用鹽把它抹了之後 也是放了東西 這個工序很繁固 晶勻財寶 納進來 所以它納到肚子裡面來 鹽丸 也有一種說法叫做太平麵 浮州人在亂的那個時代 那因為浮州話講的 他們會喝一碗湯 那個湯裡面 它會放一個鴨蛋 然後搭配這個 鹽丸一起 對 就很薄的層 對 就很薄的層 所以這個木頭其實還要去倒它 去倒它 香味十足的南門市場 完整詮釋 味蕾填補 心底思想情愁 找來盲頭 裡面它就會放很多不同的棗子 那這個棗子就是 讓你呢 很多的好事都早一點來 上海甜點以米為母 也衍生不少好看又好吃的點心 蔣布夫人最喜歡的就是紅豆松糕 那這個松糕 我們講這個糕呢 就希望這個年年高升 然後就是很多隱喻 然後裡面它一定要非常的豐富 這上海人過年過節 一定要吃一個甜食叫辛泰 新疆大早來搭配這個糯米 炒布代表的是前家人的團圓 然後這個石香菜代表的意義 就是十全十美 吉祥話說盡 團圓日總歸就是討個心氣 廣東人的過年呢 他們要吃很多東西 他們要吃豬舌頭 那過年為什麼要吃豬舌頭 因為那個舌頭 它一路掛到初十五 然後再吃 因為代表你來年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那行人才懂門道 南門市場的工夫菜 有著無法取代獨特地位 百年不變 不僅是外省老師父的鼠疫 更是老台北年節記憶